临近春节档,各大影视剧蜂拥而至,斗罗大陆官方也不甘示弱,提前放出244集超前预告,在这一集中唐三将迎战陆地最强浑兽,千刃雪第九考激情加戏,花苞染血,不得不说这一集非常燃炸,下面一起来看看吧,01,唐三迎战最强浑兽,在斗罗最新剧情中,唐三已经动身前往星斗森林,准备猎取适合自己的魂环。 根据244集的预告,唐三终于遇到第一个适宜魂兽,按摩鞋神虎。对于这个魂兽,看过原著的小伙伴应该比较熟悉,按摩鞋神虎虽然只有万年修为,但其实力却足以媲美十万年魂兽,最强的绝招可以将人拉入一个特异空间,双方都会退化成幼年状态。如果唐三不是因为刚出生就开挂,恐怕这次就真被交代了。 从动漫曝光的画面来看,不管是按摩鞋神虎的建模设计,还是战斗特效的渲染,都相当细腻和华丽。 这场战斗看得出来玄机是下了功夫的,期待正片的上限,也期待能够燃炸整个春节档。 02,比比东沙千寻集被揭露,除了唐三大战斜神虎之外,244集中还有一个重磅看点,那就是被隐藏的千寻集之死的真相。 在原著中,这段剧情是由千道流速术而出,告知千刃血,不过动漫中早早安排千道流死了,真相的揭露者换成了天使神,关于千寻集之死的真相,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。 在被唐浩中伤后,千寻集并没有死去,而是被等待机会报复的比比东所杀。 不过根据预告来看,小蓝推测,在比比东杀死千寻集时,千道流很可能就已经知晓,不过她却没有出手相救千寻集,而是让她为自己的错误买单。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,那千道流或许在动漫中会迎来洗白。 对于这样的,安排大家觉得怎么样? 03,千刃血大战比比东。 最后一大看点是加码千刃血的戏份。 从预告来看,千刃血在得知自己父亲死亡的真相后,对比比东的敌意又再次加重,并且极为疯狂地进行攻击,甚至还扬言要比比东付出代价。 玄机这波难道是准备往母女激情大战的节奏上安排了? 另外,值得一提的是,在预告中有一个画面让人眼前一亮。 在千刃血要得知父亲被比比东杀死秘密时,画面中有一朵灿烂的花苞, 突然染上了一滴血,直接开始枯萎闭合起来。 小兰估计这段剧情的用意,暗指千刃血对母爱抱有的希望幻想彻底破灭。 关于这些用意,只能等正片上线才有答案了。 对此,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? 欢迎留言讨论,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